能吃亏 能接受羞辱 能接受无故的伤害 没有关系 消自己的业障 成就自己的忍辱波罗努 好死啊 不是坏死啊 这要真正有一点智慧 波罗努有怨恨心 生感恩的心 为什么呢 他来考试我 看我忍辱功夫到什么阶段了 我心里还有一点怨恨 我就想到我功夫还不够 我是勉强忍受的 功夫真正够了 越丝毫勉强都没有 越丝毫忍受的那个念头都没有 充满了感恩 你境界真的提升了 这些日常生活当中 在修行 修正自己错误行为 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提升你品位的条件 你没有这个功夫 你到极乐世界品位下 有这个功夫 品位就一直上升了 你说多好啊 怎么不感恩呢 要有怨恨的话 那好了 西方人去不了了 你都往山头去了 那就错了 要觉悟 要聪明 不敢傻事 所以 居足心愿线 居足 六波罗密 我们给 敬宗同学只提了五个口 第一个是三虚 这个 三福 敬业三福 这是最高指导原则 小羊父母 丰丝寺长 老师不在了 我得讲他 这个摄影棚 无论在哪个地方 我们老师后发的照片 我都先挂住 念念不忘老师 我今天在此地学习 老师看到了 称感恩地行